國民黨在桃園的布局出爐 確定由前行政院長張善政 來代表參選桃園市長 不過引發了地方很大的反彈 有鑒於一桃殺三次 現在大家都很擔心 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跟著要來空降人選了呢 尤其是南台灣的港督高雄 現在到底要派誰參戰 之前大家都點名了 高澳市的副市長李四川 是不是可以披藍袍來出征 不過李四川自己也說自己是會做事的人 現在也有黨內的基層擔心 這川柏並不是一個會選舉的人 所以覺得呢 好險主席呢 沒有來繼續勸勁他 那麼還有誰是可能的人選 包含了台北市的前議員羅志強 還有孫文學校的校長張亞中 甚至是武黨籍的立委高金宿媒 都是口袋嚴選 但是呢 高市議員就說了 桃園的突襲提名之見 希望黨中央啊 不管要提誰的時候 都先來跟地方討論 會這麼說 那倒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傳出黨中央 現在真的心裡面已經心有所屬了 就是一名女戰神 她就是國民黨的藍營智庫執行長柯茲恩 傳出呢 其實現在朱立倫 看中了她的論述能力 還有融入地方 以及形象欣欣打算派她出征 雖然呢 她是屏東人 不過高雄跟屏東很相近 有地緣關係 再加上媒體出身當過教授 跟黨內的各派系又相處得相當融洽 又可以斬獲這青年跟婦女票 也因此被黨中央鎖定 傳出這朱侯兩個人還聯手勸勸 朱立倫認為派她的話是勁可攻退可守 甚至有人點出時間點 就在朱立倫美國回來之後 就要來提名柯志恩了 那麼侯友宜說呢 徵招的話 他一定會南下去幫柯志恩輔選 看得出來國民黨似乎已經有意要來推 柯志恩站港督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擊倒